好小薇那那这么这么多的很棒的活动 那有没有一些在各个学校里面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这在各个学校里面做的很有趣的 很好的回想啊 成果或是一些很具体的改变 我觉得很具体的改变 就像刚刚我们分享到的一些学校的见证 比如说像在北英女 就是透过这个班级 他们开始做正确的事情 之后这个老师也支持他们做正确的事情 以至于整个年级里面 开始不只有一个班级 在做这个我不作弊 或者是老师我听你的这个活动 其实整个三年级好像就有三四个班 他们就集结起来 连接了不同的班级 在改变他们三年级的气氛 因为三年级就是一个状况是 我就只要过我自己的事 别人是都不管我的事 我也不用扫厕所 我也不用整理我的教室 我就是管他让学妹来做 那但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 就感觉看到整个年级的风气在改变 那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 我不作弊在高雄文造 其实不只是这个学校在我不作弊的活动上面响应 其实非常多的学校也都在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像我所知的是台中东海大学 或者是说在台南 在台东都有台东大学 他们也都开始有一系列的活动 然后有很多的老师 他们就加入在这个学生的行动里面 提供他们各样的资源 然后在整个活动里面 我觉得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渴望学生的行动不是只是自己做开心 自己做好玩 而是这些事情带着一个目的 那这个目的 我们没有去特别设定说 这个目的是什么 但是在这里面看见非常多美好的关系被建立 比如说 当老师看见学生在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 老师会愿意成为他们的帮助 老师会跟他们建立关系 老师是加入在这个团队的里面 那在这个运动里面 这个团队可能本来是三五个人 但是他们开始在学校里面发声 开始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 这学校里面好像就有一些联谊的效应 就开始慢慢越来越多 有志一同的朋友啊同学 开始投入在这个里面 一开始可能是从单枪匹马 一个一个人进来 到后来慢慢的有一些社团 到后来慢慢的有一些系所 他们开始加入在这个 这个新道德运动的里面 在他们的学校 在他们可以发挥的场域里面 开始在做这些议题的操作 所以我觉得很宝贵的是 是看到学生的团队被建立 跟看到老师这个样的角色 权威性的人物 加入在这个团队的里面 带来整个校园的改变 风气的改变 我觉得是非常宝贵 也是觉得哇 当初设计的时候 根本没有想到说 哇他会有这么大的回响 但是走到现在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恩 也真的很以这些学生为荣 我觉得在这个新道德运动里面 有一个很好的事情 就是说他里面提供很多正面 积极的鼓励的 不管是我们在鼓励老师 我们在鼓励同学们早起 或者是我们在鼓励那些 要各奔前程 要毕业的同学们 我们这样 就是里面很多很正向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台湾的 社会 你打开电视 里面都是负面的 所有谈话节目 不管是批评政府 批评政党 批评这个社会 商业什么什么 艺人 真的说人家八卦 就是你所收到那些 那些都是很负面的能量 就是说整个你所有看到新闻 什么台湾听起来都是很负面的 可是或者是说我们发现一个新闻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台湾有一个慢慢的倾向 就是说我们看到 譬如说我们看到孩子去颇份 对游民颇份 但是你知道我们社会用的方法 就是用更多的恨 要去除去那个恨 但是恨其实是不能够除去恨 爱才能够除去恨 那好像在这个时候 我那时候人在美国 我就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 其实我在荧幕前我就流泪了 在电脑荧幕前我就流泪了 我看到那个新闻 因为我自己工作的地方就在西门町 那我知道那些西门町的游民 其实是很弱势的一群 很可怜 其实他们其实对人没有伤害 他们还很怕人去伤害他们 那我就在想说这些事情 当发生的时候 所有人就是谴责这两个高中生 逼得他们要去下跪啊什么的 可是他们有没有真的改变 其实这两个高中生 其实也很可怜 他们为什么不懂得人的价值 为什么没有怜悯心 那怎么样去教导他们怜悯心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这个社会 没有用爱 用正面的角度去教导人 我更看重这两个高中生 也许他们今天低了头 好吗 那下次再欺负别人 他不要放上YouTube 他就没有人会知道 对他还是可以继续 他还是继续做 那个不是问题的重点 问题重点怎么样帮助他们有怜悯心 对 那你们做的事情很正面 我觉得 太好了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念的科系是社会 社会系 所以其实在里面 我非常非常喜欢社会系里面 讲的一些理论 然后其中有一个理论 我觉得非常的酷 他就讲到他是功能理论 他就说到说 在社会这个大机器里面的 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单位 每一个角色 他都有他的功能 那他的功能的存在的话 就是他必须要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所以我真的相信很多的时候 好像学生在一般的大众里面所看来的 学生可能就是不能够做些什么的 或是学生就是常常就是用一些很激烈 或是幼稚或是不成功的手段 在表达他们的声音 可是我更觉得说 当学生的功能 当我们自我的认知的价值被恢复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功能上面 真的可以发挥正面的功能 对这个社会是有所帮助的 所以在整个学生运动 或是心道德运动里面 我们都相信说 透过这样子的鼓励 跟透过这样子的规划 可以让学生们认出他们是谁 然后让他们活出他们应该活出的样子 以至于社会看见他们的时候 他们会发现原来现在的学生 其实还是有盼望的 学生其实还是很可爱的 我们的社会还是可以 还是有未来的 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很渴望 可以告诉这个世界 告诉社会的这个讯息 是 我觉得真的 难怪你会来做这个心道德运动 因为跟你学社会学是有关系 跟你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 心道德运动有个很酷的地方 就是说很多人做公益 他基本上是在一个个案的基础上面来做 就是说case by case 我们就去帮助一个又一个的人 那这是我们比较会想到的 可是你所做的是用一个运动去推广 一个运动 推广一个风气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面的 那小灰除了对你个人 因为我每次看到你 我就觉得你很阳光 有些时候我们有机会 跟你一些共事啊 参加一些活动 遇到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你笑得很爽朗这样子 然后很有充满的笑容 就是说 其实你做这个公益的事情跟你社会学有关系 那跟你的个性 或是跟你的一些个人的背景 经历会有关系吗 其实它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 对学生有一种非常大的负担 就是我非常的 很想很渴望想要去接触他们 然后我很喜欢跟学生在一起 那像文华哥刚刚说 可能现在看到我就是 常常看我都是很开心的啊 很阳光的啊 但是其实说真的 在我的成长背景里面 或者是说在我求学的过程里面 其实大部分 前半部分 其实都是非常黯淡悲惨的 因为大家知道说 台湾的生学压力非常的重 那我们的家庭 其实也是还蛮算保守 那在国中有一段时间 我非常的迷惘 就是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 就有一些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 但是到现在我也说不出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可能 我们一开始有七个女生非常的要好 那突然有一天 发生了一件事情 好像是为了某一件小事吵架 我已经忘记什么事 那从那一次之后呢 我就再也不在他们的名单里面 哇这个在青少年已经是天大悲惨 对我的世界就崩解了 因为在知道国中的时候 非常多的时候 我们会有就是要分组作业啊 或者有要分小团体干嘛干嘛的时候 就会把每一个团体 每一个分组名单写在黑板上面 然后最后第十组就会是 没有在前面九组里面的人的名单 那以前我都是会被很快的被邀请到某些组别里面 但是慢慢从那一次的事情事件之后 我就出现在第十个小组里面 就被排斥被拒绝 对就是跟班上那些被昵称叫做大便啦 叫做笨蛋啦 就是这些人放在同一个组里面 那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的伤心 那段时间我记得我有一段好长时间是 每天我上学的时候进入校门口 我都觉得我的胃好痛 我的肚子是很痛 我觉得我不想要进学校 然后进到学校之后 我中午吃饭的时候 以前大家很好的时候都会一起share我们便当里面的菜 但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有长达 应该有三个月的时间 我每天是带着我的便当去厕所吃的 就是我把门关起来 因为我不想要别人看到我很可怜 然后我也不想要别人就是觉得说 我好像很需要帮 就是可能我的个性也很拒 就是我也会觉得 那你们不要我拉倒啊 那我反正我自己也可以很好 所以就有一段时间我是在这种情况下 可是直到有一天就是我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就是跟我关系很好 老师在路上遇到我 就是像湿的魂一样在那边飘飘荡的时候 他就发现我 他就说小薇你怎么了 因为那时候是国三 但是我国一国二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人 就是我是很好很开心的一个人 对他就发现说小薇你发生什么事啦这样 然后于是他就找我去办公室聊了一会儿 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 这世界上面很多的事情是你找不出原因的啊 如果你觉得你要责怪他们的话 其实没有人是完美的 那当然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关键 对我的生命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利点 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就跟我介绍了他的信仰 也就是我现在为什么在新道的运动里面 我在学生运动里面 我相信学生是有盼望的 我相信每一个人被创造都是有美好的目的的 就是因为那时候他跟我说到关于这个信仰 耶稣关于他为我们死在指甲上 关于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但是他却被人们仇视被别人欺负 但他最后还因为爱的缘故为我们舍命 那这东西对我来说那时候我完全就是一个听不懂的状态啊 可是对我来说好像就有一个安慰是 我不是一个人在受这些莫名其妙的委屈 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我说不出来的难过 那从那一次之后我慢慢就可以比较有一个宽大的心胸 去看这一切的误会啦 或者是看这些人对待我的方式 我可以好像有一个比较高的视野去觉得说 啊呀反正就是阶段嘛 OK那如果真的有我需要道歉的地方 或是如果真的是有需要我们调整 或是我们真的就是到不同不相为谋 哦那我也放宽心OK 然后直到我高中的时候我才真的很认真的去到教会去认识 那个时候国中老师所说的是一位耶稣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知道很多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 当我是学生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耶 那个时候在很迷惘的时候 我每一天晚上洗澡 我都会带一把小刀进去在家里 那我就会告诉说就是今天呢我就要了结我的生命 我明天再也不要去学校了 我要让这些同学知道他们对我所做的事情是多么大的伤害 就是那个如果没有人告诉我 没有那老师告诉我说 这世界有的时候是这样 他安慰我鼓励我给我一些正确的建议 我真的会不 我现在应该就不会在这里 然后我也不会有想对学生有负担 因为我就会觉得学生就是一群 如此不可交也的一群人 但是 所以我觉得在我的身上背景里面 这个信仰跟我对学生的关怀是 是很重要的 在我里面不断驱动我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听的时候很感动 就很想在一度很想要流泪 就是说你 因为我可以感受到那个青春的时候 很多时候有些时候就是在那一瞬间就做了傻事 因为在那个青少年间被排拒 被排斥 没有办法 然后找不到自己的认同 没有归属感 其实很多时候会想要结束生命 就是你刚刚讲说 你带小刀巾的浴室里面 其实我以前也常常这样 在这样的过程中 常常想要看到那个高楼 就会想说一跳下去 一了百了这种感觉 那就是说也没有朋友 或者说被朋友好像吵架了 或者什么的 我在一个多月前看到一个新闻 在报纸上看到一个 就是台南一个很优秀的高中 叫港民高中 产生很多医科生的这个 那一个一直很品学兼优 也是家里很宠爱的一个女孩子 就上吊自杀 原来只是因为一个 只是因为一个人 他的他喜欢的男生 他说他就留一句话说 为什么只跟别的女生说话 不跟我说话 然后他就很受伤 他就自杀了 那他可能不晓得说 这个问题可能在未来的人生里面 其实是个很小很小的问题 那他就是过不过 那个青春的关卡 就是说这是真的 就是成长阶段 就是这个样子 那留下了很伤痛的爸爸妈妈 那其实新道德运动 在做的这个事情 就是怎么样子 孩子这个青春的阶段里面 让他们感受到被爱 让他们感受到 他们人生是有 可以有信念 可以有信仰 可以有支持他们的力量 然后怎么样子 可以让他们做一些正确的选择 怎么样避开青春生活当中的地雷区 我觉得你们所做的很有意义 我要鼓励你们继续的坚持下去 那我觉得还有很多议题是等待新道德运动去发掘 包括你今天讲这个自杀的议题 很多很多 我知道在新道德运动背后是一群大学生 在那边策划着 我每次想到这些大学生 我就觉得台湾的社会太有盼望 台湾的未来太有盼望 没错 对 小薇在最后节目的尾声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是一个学生或是一个老师 我们想要加入新道德运动 我们想要更多了解新道德运动的讯息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怎么跟你联络 OK 您可以上网 然后搜寻丰收100 因为新道德运动是有一个丰收100的单位在推动 那丰收100其实就是一个推动学生运动 然后渴望在校园里面改变校园的风气 我们渴望能够连接青年的这些老师 或者是这些青年的领袖 学生的领袖 可以来为我们的国家做一些事情 所以你可以上网搜寻丰收100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打网址 是www.havrest100 就是havrest100.com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资讯在下面 如果您想要加入 或是您有更多资讯 或是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所有的教材 你有兴趣的话 在网站上面你都可以下载得到 你也都可以看得到 对 这个风说100呢 它最早的根源就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在 我们在台湾100间校园里面能够做 可是后来现在显然已经超过100间校园了 我们相信就是说 我们我相信我们的每一个孩子 我们他们都会进到一个生命真正的丰收里面 而且他们真的会进到一个100分的人生 他们的生命当中 真的会每一样事情 他们跟家人的关系 人际的关系 品格 课业都可以真的有100分 我真的 我很期待我们有很多100分的年轻人 能够产生 这个运动虽然小薇你是基督徒 虽然很多参与这当中是基督徒 可是这个是我们欢迎每一个不同的信仰 我们只要我们想要为年轻人做一点事情 我们都可以加入这个当中 小薇我们要支持你 也支持这群年轻人 小薇谢谢你来到我们当中 谢谢大家